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创下41年来的新高 3月份启动了升息循环 总共升了11次21码 长达一年4个月时间 基准利率从0%到0.25 升到5.25%到5.5% 这个阶段 李宗盛当然知道 最重要的用意 就是要升息 收资金 抑制通膨 可是去年7月份 到今年的8月份 时间一年多 李宗盛就不再升息了 让基准利率 顶在5.25%到5.5% 这么高的水位 为什么不再升息 因为领准会 现在要观察 两个重要的现象 第一个 他想要看 到底通膨在升息之后 是慢慢的通膨 可以调到 他们设定的2%的目标 第二个 继续观察 这么高的利率水准 成本的跌高 会不会冲击到就业市场 还包括了经济呢 果然被领准会给料到了 您看今年7月份 美国的失业率攀高到4.3% 两年多来的高 所以咯 领准会的货币政策 在不得不转弯 同样是降息 所以降息理由是大不同的 从全球央行年会 领准会的主席鲍尔就说了一段话 这句话可以读出他的悬外之音 他说 通膨升温的风险 确实是降低了 但美国的就业市场 降温的风险 却不断的在做增加 因此根据彭博的资料显示 他说到年底前 三次的开会 依序是9月 11月跟12月份 很有可能 年底前会降息3码 一次降1码 把基短利率 从5.25%到5.5% 降到4.5%到4.75% 换句话说 我们今天要告诉大家的 美国货币政策的转弯 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本来领准会认为 同样都是降息 但领准会认为 不是原来计划好的 我升息之后 通膨控制的好 经济走在稳健的步道上 所以让基短利率 回归到正常的水准 不是这样 反正转弯了 同样是降息 现在降息的理由 是因为担心 就业市场变坏了 如果就业市场 继续变坏 那么经济可能会 被拖累 往下掉 这就是我们所谓 美国货币政策 转弯的重要的意涵 再提醒您 这个礼拜 美国很多重要经济数据 都要公布 包括了制造业 服务业 采购经营指数 以及半月份的 非农旧人数 跟失业率等等 从这些数字 可以观察到 美国的经济 是不是真的转坏了 如果没有那么差 那到底情况又如何呢 所以盯着看 以上就今天 热烈出彩金 与您做分享 我们下个礼拜天 晚上九点再见